有甚麼星座不會主動說分手 確實有些星座不喜歡自己主動說分手 我會認真,就是讓人說 無疾而終的分手故事,請說 是處女座的,是 你感覺到很冷淡 然後你會訊息,問他做甚麼 他不回覆 到最後我說了 如果是分手,不如分手吧 然後他沒有回覆過我任何事 然後我覺得他有點不負責任 連一句好,那麼分手 也沒有,我覺得也分得很適合 我覺得這些不是好老公的選擇 我也有朋友是這樣的 他們拍了兩年拖 然後那個男生也是處女座 真心 然後他們是… 甚麼真心 假如… 假如… 真心處女座 那個男生經常都消失了 完全不見了 那個女生怎樣找他 身邊的朋友怎樣找他 也完全找不到他 處女座在一段關係中 他會慢慢要求越來越高 如果你開始做不到,我就會開始挑剔你 因為他們對自我的感覺太良好 他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好的 剛才說天竭座 你自己又不是這樣的 那就是這樣 不是處女座嗎 對 所以很多時候處女座 當他挑剔到一個點 覺得他又不想盡 或者他不夠英俊 或者可能不夠有錢 或者給予家庭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停 然後他們就說再見 我要替小占澄清一下 他應該不是這種人 因為他也是被人多飛,很少飛人 而且他對過人也是這樣 不是只有情人 那第三位會不會是Dixon呢 而第三位就是… 對號入座,今晚11時,Vi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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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再看一次 在後12時,ViuTV ……………